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我很喜歡看直播 最近我常看民視的藝人 在直播裡頭也有唱歌 聊天那種互動 直播還有有時候看賣衣服 賣包包 好 然後賣家具或是什麼都有 就是家裡用的東西 不是家具就是什麼西地的 什麼 如果看到賣海鮮的 賣吃的也好強 第一 它對食材來源 它一定要很清楚 它的新鮮度 它怎麼 有沒有什麼證明 有沒有什麼 因為讓消費者比較安心 他們在講的專業 然後那種口條 這麼有力量的 你就會覺得那種目光都被吸住了 真的很微妙 當然我們就說 在直播的時候 每個觀眾他都會回 那個互動我也很想了解 就是真正有些有沒有 粉絲或什麼 問一個很趣的問題 待會兒我們節目當中就有請到 除了做料理 然後也很會直播賣東西的 來聊一下說 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我們料理很簡單做好 然後你在直播的時候 我們會碰到一些 有趣的一些粉絲朋友 好 請到這一位 他也是很厲害 就是在之前 我們八點檔 多情城市的時候 他也是在直播賣一些 那就是我們的紅毛 另外就是很自然的養生 就是他很懂得養生的 湘麗老師 我們一起歡迎二位了 大家好 我是多情城市的阿翔阿妹 我是自然養生專家 湘麗老師 老師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呢 享用最新鮮的美味 輕鬆料理 快速上桌 歡迎 美鳳姐好 妳真的造型越來越酷了 這金半年 真的 為了來參加美鳳有約 真的把房子都賣了 買了這一條鑽石項鍊 在節目上都也在叫賣 你知道嗎 這個真的不容易 要有閉館 對 要吸引這些網友的眼睛 對 然後重點就是像我們那個 湘麗老師 是 他對養生的料理當中 他很注重也就是食材 對 食材選擇很重要 你們兩個今天搭配得剛剛好 就是我來叫賣 然後老師就是來專業的 然後他要把關 你的東西一定要好 所以要把你把關 東西一定要好 我們才能賣得安心 當然 對 大家才會更相信你 是的 好的 今天兩位合作 要做什麼料理呢 今天老師要帶 就是最簡單 最快速的方式 可以產生一個 比較快量健康的料理 所以我們做海味養生粥 然後吃雞 吃肉也要菜膠 所以我們有 我們來做一個 汆燙的料理 好的 接下來就是讓你的孩子 都能夠回憶你的麵 一個非常家鄉麵 我們用一個 蔥拌麵的方式 好 蔥拌麵 好 好 蔥拌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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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食材有 手工麵條 240克 小白菜 60克 小黃瓜 30克 蒜頭 30克 香菜 20克 芹菜 20克 蔥 20克 蔥油 60CC 乾貝斯 XO醬 80克 我今天第一道 我們就是要來跟各位介紹 就是一個養生粥 是 夏天到了養生 講養生就會講到就是 大家會想到是怎樣 我會想到很複雜 很困難 對 但是我就是希望說 我們是能夠 容易實踐的 所以今天帶來養生粥很簡單 我們就是 小米先下去 對 小米 因為小米是用生的 所以我們小米就先下 如果你是 這個是糙米對不對 如果是你用生的糙米洗過的話 你就同時 同時 你就同時的下去煮 如果10 大概40分鐘 40分鐘 如果今天是飯的話 你就差不多煮20分鐘 再放 對 飯才放 OK 譬如說我如果這個放下去 可以放下去 這個洗過嗎 洗過 放下去好嗎 我就這樣 放水滾 我這兩道都放下去 請問老師 放下去之後我就蓋蓋嗎 對 我們把它拉一下 好 不要讓它沾鍋 好 然後就是 它大概會滾的時候 我們開一開 你知道它滾了嗎 我們再拉一下就好 好 滾 再拉 你拉的時候 再來就要關火小一點了 好 不要讓它沾鍋 好 其實煮粥有一個訣竅 如果你有時間這樣熬粥 要熬 對 你就要慢慢拉 現在其實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的方式是什麼 現在電鍋都是一件 現在年輕人一件 對 我們都有煮糙米的功能 或者是煮粥的功能 我們就用到電鍋裡去煮就好了 聰明 對 我們就不用這麼麻煩 好 如果沒 想要用這樣也可以 大家試試看 電鍋也OK 這個時候 已經有滾了 對 老實說地瓜 地瓜 我們就把它下下去 好 我們就下一點地瓜 我們下去就一起 因為現在滾到 我們稍微就要把它拉一下 拉一下 不要沾鍋 好 然後一樣是中小火嗎 對 中小火 中小火 我們先來煮這個蔬菜 好 因為今天要來用穿燙菜 穿燙菜 因為今天我準備了一個 就是綠白花椰 好棒 所以我們在養生都會 雙花 雙花 然後今天我搭配一點 番茄 漂亮 顏色又漂亮 就有綠的 有白 有紅的 因為我們做養生就是五顏六色 對 我們現在燙 看起來也舒服 燙菜的時候有一個關鍵 我們如果有鹽 要放鹽 我們就弄一點鹽巴 我們可以把它的色澤 會比較好看一點 就加一點點鹽巴下去 對 好 OK 水滾了 我們就來下了 好 來 我們來把這個菜下去 燙菜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汆燙的時候 你只是要燙一下 然後把生菌殺掉 可能就50秒 1分鐘就好 因為我們今天有花菜 在家裡說老大人 或是孩子要比較熱 我們就煮差不多 燙一下三分鐘 五分鐘 這樣子 看一下程度 我個人是喜歡汆燙一下就好 那我們就汆燙一下就好 對 因為蔬菜 它有很好的維生素C 所以如果煮太久 其實營養都流失掉了 老師 請問一下 如果我蒸菜 我會用蒸可以嗎 蒸 蒸你時間不好控制 有時候會蒸得太爛 你看顏色弄起來很漂亮 它有黑鹽也很重要 所以有的人就是覺得說 它需要是不是要再冷水 其實我就不建議了 就弄一點 鹽巴它顏色就變漂亮了 奇怪 就老師 隨便燙一下都很漂亮 老師 那我請問一下 那這一鍋的熱水 我可以拿來煮麵嗎 其實它 因為它都有 很輕 就沒有關係 我就直接煮就好了 待會兒就用這個煮麵 對 我再加一點水 好 很好 燙完之後 我們就是 我們要加了一個 我的神奇的祕方 好 祕密有些 乾貝丁香醬 我拌的話很簡單 事實上 它是不鹹的 它不是醃製品 所以你看它的丁香 或者是乾貝都是很完整看得到 我們看到很多這種 罐頭它就是 菜包放很多 有 沒有它就是這樣 你看到就是丁香 只有乾貝 我們就把它拌進去 對 這看起來就 這樣 色香味俱全 對 是不是你馬上就變成五星級的廚師了 米其林 對 而且又養生 又養生 吃了又不會胖 要放醬油也可以 或是放鹽 對 吃的這樣子不會 像我就也是吃得滿淡的 這樣就夠了 鹽巴就 番茄 我們待會兒可以排排 但是番茄是不是顏色就很漂亮 漂亮 這樣看起來食慾大增了 是 然後養生強調我五顏六色 所以你一天就是 什麼五顏六色的蔬菜 一定都要吃的 來 水滾了對不對 再來第三道 我們是不是老師說要來做一個 古早味的麵 好 那就麻煩可以 好 我們就麻煩 像我自己的話 我就是簡單 就是 因為我這些食材這些都還好 我的助理 前一天晚上都買好 洗好 弄乾淨了 然後早上你只要起來抓幾把 那你如果時間可以 你就前一天晚上 你就買一些菜放冰箱 然後洗好了 然後要吃了就洗好了 第二天你就會很輕鬆做 放下去馬上就好了 很好 對 要知道方法 對 這個醬汁對你來講很方便 我這個只要擺個兩罐在冰箱 就很好 我就可以找人來家裡吃飯了 然後青菜放幾個跟麵 然後剩下要教的這種 蔥拌麵 真的很棒 這個也可以變化出好多種的 對 其實今天醬料 我今天麵要用了 又不一樣的醬了 我今天的醬 因為我們去五星級飯店 都有那個 醬拌麵 是 然後我們都會吃到一個 蔥油拌麵 對 那個古早味 回味很久對不對 今天來老師PK一下 好 我們這個紅毛 在多情很厲害 就是賣的直播 你把直播的壁關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一次在多情城市裡面 飾演的是 跟中皇哥一起做直播 對 做直播跟我們一般 跟粉絲聊天不同 不同 我們要吸引人家 花錢買 來 所以說 這個一定要 我首先要吸引大家的眼球 好不好 來 我準備一下 今天 好 來 66 阿董內 66 來 歡迎大家今天來參觀 我們這個美鳳直播 美鳳有約 我們來賣海鮮 今天要賣什麼 這個別家賣什麼 飛機 大炮 太空說不新奇 我們今天要賣的是 我們的 澎湖干貝地鄉 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這特別就是 這個是三萬公尺的深海 台友抓得到的 三萬公尺的深海 要怎麼抓 我告訴你 三萬公尺根本就沒有人抓得到 是不是 要它每一年只有一天 365天只有一天 上來透氣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抓起來 好 大家趕快分享下去 分享有分享禮 什麼 分享禮 大家送iPhone iPhone iPhone算什麼 我們今天送美鳳 大家給我報告 來 今天我們這個澎湖的 干貝丁香要怎麼賣呢 什麼 一千塊不必 九百八百七百六百五百 不必 趕快 好嗎 來 來 要的嘉義 50塊 嘉義 四平一組 只要50塊 來 我們這個只要賣出 兩百萬坪 馬上美鳳送到你家 兩百萬坪 快 去 什麼 一千塊兩百 250萬坪 好 來 剛剛有講過 四組一坪 50塊 來 剛剛有買單的2萬塊 一組2萬 不是50塊 廢話 一公告50塊 一連365天只上來 安上一天 你以為這麼豪邁 來 解單 來 一標2萬塊 2萬乘以250萬 年多少錢 1萬1天 對 所以說這個很貴 不是說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現在 現在就要來放東西了 好 我們要放什麼 我今天有自己自製的蔥油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 SO醬 我們不要太搶味 所以我就不要用太多 我主要是不要讓它黏鍋就好了 是 好 然後接著 先把它拌開對不對 這個香氣就出來了 好 蔥油 對 然後我們就下我們的 好香 這邊已經有香味了 對 青蔥 需要顏色 好的 青蔥 然後再來 如果吃小黃瓜 我們就加小黃瓜 家裡有什麼你都可以拿來運用 好 我們今天的麵我就用一半 最後那個香菜 可能要請你幫我切一下 好的 香菜 所以老師的提味就是用這味 頂級五星級飯店的 SO干貝絲 然後這個干貝絲 它是 整顆干貝 把它已經都是全部都變成絲 都是 全部都是干貝 那我就把它拌下來 這個 紅毛 你這個五星級的頂級廚師 又出現了 是 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拌進來 有這幾樣祕密武器 我真的不怕邀 女同事到我家吃飯 而且你看這樣子是不是 顏色也都很漂亮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最後 我們要把它 來 我們把它放過來 我們這個麵 就把它倒過來 而且這個 也很快速就可以上桌 是 我在這邊就已經聞到香味 真的好香 就是那個 有海的 新鮮的味道 是 海味 濃濃的海味 對 然後我們都要吃一點菜 香菜 然後香菜也要下去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 燙的白菜 我們就把它放在旁邊 好 然後最後我們就把香菜 撒上去 一碗那種辣椒絲 還可以再切一點辣椒絲 紅色 對 事實上它這個看起來有一些辣椒 但是它是不辣的 喜歡辣的人就可以再加 它就是顏色會很漂亮 現在我們已經有這一道 還有這個 那跟大家分享 老師說的那個 那個粥 我們現在有一個 已經時間可以 所以我們先煮好在旁邊 好的 所以今天就是很簡單 然後這三樣 對 來 我們拿起來了 好的 來 我們就準備上菜了 好香 好香 很方便 水煮一煮 好 自己來 吃麵 好 這個 韓籍 來 這個小米是我們 這給你 老師 來 老師 謝謝 大紅毛的來一口 老師 我幫妳 麵 你們可以配菜 我們現在配菜了 因為那個 等不及了 你給我那個碗 老師的碗給我 請享用 等不及了 這個 先試試看 這個叫 鮭魚鬆 鮭魚鬆 像外面 其實我們有時候常常就是 處理焙一點魚鬆 吃酥 很好對不對 是不是非常地酥 很香 對 因為它是全魚去做的 而且是低溫 然後去慢炒出來的 所以就不會有炒乾味 或者是房間有在那裡 澱粉的味道很濃 焙也已經很濃 而且 我本身不太敢吃魚的人 它這個 完全不會有魚腥味 是 好香 對 所以它兩個 一個是旗魚 一個叫 一個是 我兩個都不選擇 它都叫做 為什麼叫寶寶魚鬆 也就是 我們小朋友都可以吃 因為小朋友可以吃 就表示它 絕對很安全 很乾淨 對 是 這個小管 一個小卷對不對 小管 這個小管 這是 所以市面上 比較少看到 用這個做成這樣子的料理 你試試看 好好吃 好香 所以你看有時候我們吃 吃稀飯這樣子 吃一下 又清爽 那個其實配飯應該很棒 很棒 對 這個麵我是用 你看 因為我們剛剛有稍微的 稍微 我們再把它弄一下給大家 好Q 這個手工麵真的很Q 我們加一點點菜 好 我在這邊都聞到了 油蔥的香味 對 還有干貝的海味 一點點 我們來試試看 剛剛老師有拌了 這個干貝醬 干貝醬 所以它看到 麵條上面滿滿的干貝 干貝絲 滿滿的干貝 對 你也不用怕 刺水會 會沾水 因為它已經濕成了干貝絲 很棒 這個是整瓶都是干貝絲 整瓶都是 來自澎湖漁夫 小漁夫什麼 他們那種新鮮製作的 事實上我們在講自然養生 事實上都要把關一些食材 是 然後要把它變成說很簡單 然後又很健康的料理方式 所以我知道 這個小漁夫是這樣 就像我們像台灣 小農民一樣 那澎湖因為海域 剛剛講了 又漂亮又乾淨 所以他們都嚴選澎湖這一帶海域的 像這個 特別推薦就是 我常常打開 怎麼滿到上面都是冰箱跟干貝 滿到上面都是 就是完全食材都很 真材實料 真材實料 對 而且重點它 不鹹 它不是醃漬的 它是現醜 才會有那種汁 還有滿滿的海味 對 所以他們 這個共同就是小漁夫們 就是我們把好的這些食材 不管是生鮮的 或者是做成加工的 然後用這個 直送 產地直送的方式 讓我們在台灣 就不用到澎湖才買得到了 在台灣就可以買到 在台灣就可以買到 對 我們在這裡就可以買得到 不用去買 對 我們現在很方便 真的 還有 好像還有那個 細小 有細小 家裡必備的 這個叫 各位看一下 杏仁是整條的杏仁 然後加丁香 來 我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 來 我倒出來 這個我家裡 有時候一開 一下子茶一泡 一下子就半罐了 好 你知道嗎 你要請朋友來家裡 你看 滿好的 每一個都是這麼飽滿 對 魚都不斷了 你試試看那個口感 好 它就是水 就是海上直接撈起來就煮 煮了就晒 所以它那個甜味跟鮮度都在 必須我們茶 爽爽 對 對 這個烤 但是不鹹 但是滿滿的海味 有 一點都不腥 然後呢 吃到最後 還可以吃到魚的纖維 對 那你覺得這個適合下酒嗎 適合 好不好 小漁夫們他們做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加工 水產加工 事實上都是非常嚴格把關的 對 譬如說它有 ISO 然後 有SGS檢驗 這樣吃什麼好 而且我告訴你 每週 可以茶 紅毛 我告訴你 每週我們茶 海鮮 要一起都要吃 是 一週吃四次以上 老的時候就不容易失智 對 所以常常要吃這種東西 我有時候車上也都會放一下 然後開車 吃個兩 吃一把 你都一大把 對 然後吃一把 你看吃到一些鈣質 然後堅果的好油都吃到了 保存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這些全部都是常溫 你只要不要去曬太陽 或者是我們開封了 當然你開封了 任何食物都一樣開封了 你最好把握比較短期間 兩週以內我們就把它吃掉 不然就是我們就放冰箱 平常沒有開的時候 都常溫就可以了 好買嗎 好買 這個其實現在大家 尤其現在出門 對不對 出門排隊 現在超市排隊又怕 這個時機點 對 打電話 打電話一通就可以幫你送了 然後上網訂購也可以 各位 現在都是 宅在家也可以把這些東西都可以 太棒了 不用去澎湖 在台灣本島直接打電話 打電話就可以了 打電話 然後或者是上網 我們都可以 小漁夫們搜集一下都知道 這個有這麼好的生鮮食材 可以 今天湘莉老師帶來這個料理 他有他的祕訣 讓大家學起來就是 因為現在的疫情也非常時期 大家比較不容易 打電話 對 就用最簡單這種方法 來做這個料理 讓我們吃一點點下去 因為一定要有營養 要有吃 才有提提 才有免疫力比較好 然後又有時候說 怕會很麻煩 所以他調配這麼多的 不同的味道 讓大家做一個選擇 就是 當然最重要也是要希望 我們自己人要支持 我們自己台灣所出的好東西 是 今天非常謝謝 湘莉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美鳳姐 謝謝美鳳姐 好厲害 謝謝 太厲害了 謝謝介紹這麼好吃的東西 給我們 真的 真的 可以買的 放著很方便 這全部我都要買 美鳳有約